所以第一缺带就是先把1到32這個表格給做出來 所以如果問你怎麼做 當然你說老師那除了Column跟Raw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想一定還是有 只是說我直覺想到 我習慣如果要做個類似像這樣的表格的話 用Column跟Raw應該是算最簡單的 那Column是決定他的橫向的 那如果你向下一列的話呢 就是加上4的倍數 所以這個上禮拜都有提到 所以如果細節你們不太清楚 可以再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公式剪下之後 再把它插入一個Index 所以Index 當然除了Index之外 其實用Index也可以 或者Offset其實也可以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練習看看 然後呢我就把範圍給他 這個範圍 當然這個範圍你也可以把它定義成一個名稱 按F3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邊我覺得比較簡單 我就不特別去定義名稱 然後這邊的話就把公式貼上 然後這邊就輸入1就可以了 這個是哪一籃 這邊就1籃 所以這個一定是1 不會變 會變的話一定是列 橫向的吧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按確定他就抓到了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向右向下 那就OK了 然後再把這個D跟G選起來 快點兩下 其中一條線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它 藍寬調整好了 但問題前面的東西實在蠻礙眼的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前面的東西把它刪掉 當然方法很多啦 其實剛我提到嘛 你可以用FINE FINE加1也可以啦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更簡單 上面藍文名稱的字數 剛好跟他這邊的字數相差幾個字呢 有沒有 入職時間 有沒有 這邊入職時間 四個字嘛 那我要的是第五 第六個字 所以把上面的藍文名稱加2 就是我要的位置 OK 有沒有 所以呢 接下來如果我要做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公式再減下 然後再配合MID就可以了 插入 當然我雲端上有放用REPLACE 又用FINE 反正方法 但我現在講的是最簡單的那一個 OK 我試好幾種方法 用MID最簡單 那MID的話呢怎麼做 一樣哦 就是先把 不不 用文字類的 所以你找一下文字的裡面 MID函數 然後 找到之後的話呢 就分別把它 給它三個 有沒有 第一個的話就是 這TEST是剛剛的東西 所以把它剛剛的東西貼上 就是這一串東西 那STAR NUMBER的話呢 就是哪一個字開始 那其實主要就是說 根據 這四 這它上面藍文名稱的長度 所以怎麼算它裡面有幾個字呢 還記得吧 LEN不就好了 LEN有沒有 錢瓜糊 然後呢 跟它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 D1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要的是 那我要的是第幾個字呢 入職時間 冒號的下一個 所以哦 比例加多少 加二 OK 好 那就從第六個字幫我取哦 然後呢 總共要幾個字 那你可能要算嘛 10個 可是有可能後面不是10個啊 但是它有一個共通特點就是說 它要的字都在最後面 所以如果都在最後面的話呢 你就輸入99就好了 哦 OK 你說99 99怎麼來的 其實99的意思是輸入一個 大於它原來長度的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它後面不會出現很多個空字 不會 它只會取裡面有的資料 所以如果超過的部分呢 就不管了 欸 因為我之前本來想說 那我要怎麼算 它剛好幾個字 有沒有要 用fine函數 fine那個冒號的位置 然後再怎麼樣呢 把那個總長度 再減掉那個位置 就是它的 那位置 我覺得太複雜了 算了 後來我發現有一招 直接呢 取它大於它的長度 它後面就全部 它有幾個字 就幾個字了 這招還蠻好用的 而且不是只有這邊可以用 很多地方都這樣用 這樣的話就可以省掉很多計算 到底幾個字的 不過前提是 你的那個字剛好是最後面 你如果在中間 你如果在中間 很抱歉 那不行了 如果最 對 你就麻煩了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應該就OK了 不過呢 按確定之前 可能要想一下 這個D1 等一下向右向下 如果都要OK的話 那記得 因為向右 那我的D前面不能鎖 因為它變成EFG 對不對 可是你向下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E 你不能變 因為一定是算字數 一定是算欄位的名稱 所以記得 你一定要鎖住哪一個 鎖住E 如果你沒有把它鎖住 你向下變D2 那算的字數就不對了 所以記得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一定要把E給鎖起來 那D不能鎖 如果D鎖起來的話 那一定都四個字了 可是這邊只有兩個字啊 那就不對了 OK 確定 好 應該OK吧 然後再向右 再向下 OK 有沒有 那就把它全部去掉了 那最後呢 一樣把D到G 選起來 然後在中間快點兩下 有沒有 這樣難寬就OK 這樣不是很OK嗎 對不對 很快嗎 那除了說用密的之外 所以我剛剛 主要是用密的 有沒有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 然後再用L1N去算 它裡面幾個字 加2就可以了 記得這個E要鎖起來 不過啦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你可以用 我好像雲端上有放用REPRESS 也可以取代 或者是說呢 用什麼用FINE也可以 因為這一題剛好欄位名稱 跟它前面的字數 剛好是MACH的 OK 可是如果不MACH的話 那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要用FINE函數了 所以H啦 你如果不用L1N的話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FINE FINE什麼呢 FINE那個冒號的位置 有沒有 然後冒號位置只要加1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L1N 也可以用FINE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方便再還給各位 謝謝你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